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南 毗林缅甸 老挝 越南三国 边境县 长达四千零六十多千米 世界三大毒源之一的金三角地区的毒贩们 时刻都想打通这条没有任何天然屏障的通道 把毒品泛运出去 在这四季如春 安静祥和的彩云之南 时常上演着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上午八点是边境口岸开放的时间 也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 往来与双边的居民和游客开始陆续通关 云县公路检查站是临仓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针对贩毒人员利用公路贩运毒品而设置的一个检查点 2015年1月6日上午十点多钟 一辆大巴车进入了检查站 为便于检查 乘客下车后 要将自己的物品从行李舱中取出来 接受检查 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 却有一个背包 一直无人认领 为安全起见 工作人员将背包拿到检查室 对其进行了检查 结果 背包中除了方便面 食品 水 和两个西葫芦 并没有其他可疑物品 这一情况 让多年与毒贩打交道的基督民警 立刻警觉起来 这些看似路途中常用的物品 为什么无人认领 是真的遗忘了 还是这里面 藏有不可见人的东西 于是 他们决定对这些物品 做进一步检查 首先 他们用自制的探针 对容易藏匿毒品的方便面 进行探查 结果 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打开两袋食品 逐一检查 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随后 他们又对两瓶未起风的矿泉水 进行了检测 结果 也没发现问题 于是 他们将最后两个 与长途旅行毫无关系的西葫芦 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从分量和外表上看 这两个东西 与普通的西葫芦 并没什么区别 可是 探针查入后 他们立刻感觉到了 一种异样的手感 拔出探针后 在倒钩上 也闻到了 有别于西葫芦的异样气味 为搞清楚里面究竟藏医了什么东西 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X光扫描 结果发现 里面藏有毒品疑似 毒品是指鸦片 海洛因 冰毒 麻烟 麻烟 大麻 可卡因的 以及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吸食后就会强烈刺激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 精神过度亢奋 产生奇异幻觉 在云南某国安派出所 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看到有摄像机在拍摄 他越说越有叫 甚至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摄像机 开始自拍 他自称有特殊功能 让人能在瞬间消失掉 据派出所工作人员介绍 他之所以有如此反常的举动 是刚刚吸食的冰毒 待毒性过后 他就处于另外一种状态 然而要解除这种状态 就要继续寻找刺激 再次吸毒 就成了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渴求 由于在吸毒的道路上 他越陷越深 从胡言乱语到不由自主地拿刀自残 生命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 毒品不仅对人的大脑 中枢神经造成损伤 对吸食者身体也有极大的伤害 会造成慢性中毒 体重下降 消瘦 溃疡 浓肿 指甲退化 和夜间磨牙等生理危害 还会出现多种器官感染 和传染性疾病 如肝炎 细菌性心内膜炎 外血病和艾滋病 严重者会引起急性中毒 造成惊觉 昏迷 甚至死亡 制造冰毒的化学原料 被称为抑制毒化学品 它们中有许多不仅毒性大 而且还有很强的腐蚀性 这是云南省一家专业销毁 抑制毒化学品的暂存仓库 氯化亚风是制造冰毒过程中 要用到的一种材料 尽管密封在塑料桶里 但挥发的气体足以把金属腐蚀掉 就说这化学合成毒品 对人体的危害有多严重 就看一看我们储存的禅所 我们的干粮 全部 所有的这些干结构 都是做了防腐的 当初建设的时候 是做了化学的防腐 而且都是按照比较腐蚀程度 比较厉害的这种来做的 但是因为堆放了抑制毒化学品 一年之后 我们整个的腐蚀情况 那么我们就在想 这些对抑制毒化学品 它对这些强度很高的东西 它腐蚀能到这样的程度 那么如果对人体 它会是什么样的危害 所以我认为 吸食化学合成毒品 就是直接找死 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 全世界每年约有十万人因吸毒死亡 还有一千多万人因吸毒丧失劳动能力 毒品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目前毒品的种类 有从植物中提取的粉状海洛因 可卡因等传统毒品 还有用化学原料合成的新型毒品 由于该类毒品气味刺鼻难闻 很容易被人发现 制毒者往往要掺杂 90%左右的香料和添加剂 并制作成五颜六色 形状各异的骗剂 来诱惑人们 此次查获的毒品 就是冰毒制成的骗剂 这些毒品究竟从何而来 又要去往何处 谁是贩运者 俗话说 擒贼先前忙 捉贼要捉赃 为避免搭草惊蛇 在经过检查站领导同意后 又将这一无人认领的物品 原封不断地放回到行李仓里 与此同时 一场放肠前钓大鱼的侦破方案 也随即展开 在长途客运事发展的监控录像中 侦查人员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背包 只见一名中年男子 将背包放入行李仓中 并没有上车 而是转向另一辆 开往边境口岸的客车 经查 这名男子是林国籍公民 赶到口岸后迅速离境 而另一组跟踪大巴车民警 直至终点站 所有乘客离去 也没有发现有人取货 至此 这个人祸分离 可能有人暗中监视的贩毒案 一时成了线索全断的一案 就在巴安民警全力寻找新的突破点时 检查站的一个流动击查组 又与一伙毒法 不期而遇 在一条狭小的山路上 巡逻的警车与一辆摩托车 狭路相分 这间车上两个人 慌忙将身上的背包扔掉 并弃车而逃 然而 毒贩们并没有就此罢手 傍晚 警察人员在询问一位过往的乘客时 隐约的到来 一股娇皮的味道 你到这边是做什么的 于是将其带到检查室 接受X光检查 先上来看 先上去 退回警察校 下来看 靠起来 靠起来 肚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什么东西 你肚子里面 这老实都说 应该是塞进去的 有几头 两头 两个是不是 从什么地方带过来的 就住在这 哪里 银县 要带到什么地方呢 他就 他不知道 他有联系过 你包车 要包到什么地方去 那个 昆明 昆明 对 那么你跟他怎么联系 打电话 打电话 对 最终发现 此人不仅下体内藏毒 胃里面 也有毒品 吃进去的有19个 肛门里面塞的有两颗 是不是这样 就在对这起案件审理的同时 缉毒人员在对一辆大巴车上的乘客 进行身份证检查中 又发现了两名女子的体貌特征 与身份证上的照片 有些不符 竟何时发现 这两名女子是境外人员 冒用中国公民身份的目的 是逃避各种检查 向中国贩运毒品 在两人的体内 也发现了 所携带的毒品 对于一个普通鸡炸店 一天查获自己犯毒案 虽说不是第一次 但也算战果破风 更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 四起案件的嫌犯 虽然有境内外人员参加 但他们所贩运的毒品 全都是冰毒 2005年 我们云南省查获的毒品 还是以传统毒品 寒入用为主 差不多有这么一个 五六年的时间 传统毒品在逐渐下降 但是冰毒合成毒品 还是逐年上升 虽然查获 合成毒品的数量在上升 但四起贩毒案 查获的毒品 全都是冰毒 且大小形状 颜色相同 各自贩运的数量也相同 是种极为少见的 反常现象 难道 在这四起贩毒案件的背后 还有更大的贩毒团伙 这些毒品 究竟从何而来 又要去往何处呢 查获四起贩毒案后 办人员立刻对这些毒品的来龙去脉 展开了调查 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 嫌犯的口径非常统一 他们全都受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 这给破案工作 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这一情况 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为尽快揭开四起贩毒案件的谜底 有效打击毒品犯罪 云南省林仓市云县三级公安禁毒部门 迅速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对此次案件展开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 从各种迹象表明 这四起贩毒案背后 很有可能是一伙更大的贩毒团伙 并且是具备一定反侦查能力的 作案老手 为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专案组决定将四起案件并按侦查 将嫌犯所有的联系人整理出来 上报有关部门 同时将缴获的毒品样本送往公安部 重点实验室 云南属于禁毒的一线 在毒源节流 承担的全国60%到70%的基督任务 基于这么一个背景下 把这个实验室放在了我们云南 实验室既可以对毒品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依法打击毒品犯罪 也可对毒品中其他成分进行检测分析 为侦破案件提供科学依据 你比如说冰毒多数是一些骗剂的 那么它这个药片里面 可能冰毒的含量只能达到8% 那么90%多一点的可能都是一些添加物 你比如说有香料 那么这个香料的种类 它是产自什么地方 是云南产的 还是境外的哪个地方产的 通过毒品本身里面的添加物的种类 来推断毒品的溯源地 就是这个毒品是从哪来的 对于有着4060多千米边境线的云南来说 能够检测出毒品大致的生产区域 无疑为案件的侦破指明了方向 那么这些毒品究竟来自哪里 这里面的秘密又会为办案人员 提供哪些新的线索呢 李鸿 公安部重点实验室 云南省公安厅毒品分析 及进毒技术实验室副主任 与毒品达了20多年交道 可以说 毒品中任何微量元素的差异 都逃不出他的眼睛 和这些仪器 新型毒品主要的冰毒 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本饼 甲基本饼 麻煌宿舍合成甲基本饼的一个主要原料 犯罪分子 他为了谋起暴力 然后他往往在骗剂里面 要添加一些淀粉 香精 还有一些 正是这些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 为判断毒品的差异和原产地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然而 要将这些原料中细微的差异找出来 工作人员还要对生产过程中每一个原始材料 进行检验 进行检验鉴定 经过检验鉴定 这四起犯毒案件中查获的毒品 其辅助材料里面的香料 添加剂完全相同 都产自境外某个区域 这样就缩小了侦破范围 但并不能证明 这些毒品就来自同一制毒窝底 然而 在对主要材料进行检验过程中 则验证了办案人员最初的研判 并在检测主要原材料的生产过程中 有了重大发现 在四起案件中 他们使用的颜料 他们合成路线都是相同的 再一个 他们使用的颜料相同 都是绣带本饼铜 它就在绣带本饼铜里面 通过加一些反应试剂 像什么盐酸 检 氢氧化钠 让它反应 最后到了麻黄素 案件中查获的毒品 不仅主料相同 辅料也相同 而且 主料的生产过程中 麻黄锦 是由绣带本饼铜 转化形成的 一系列检验结果足以证明 这些毒品 来自同一个制毒窝点 尤其在绣带本饼铜 转化为麻黄锦 这个过程中 有一种反应试剂 明显不责 导致毒品质量 明显下降 于是 他们将这些检验鉴定结果 迅速上报给有关部门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 在接到案情通报后 对全市 生产 经营 使用 运输 抑制毒化学品的相关单位 展开排查 昆明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五大队 主要负责 抑制毒化学品案件的侦破 即全市 生产 经营 使用 运输 抑制毒化学品的管理 抑制毒化学品属于国家 明令管制的物品 所有涉及这些化学品的单位和个人 都要进行备案 并对用途用量 给予说明 经过一系列的走访调查 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 然而 在一个物流站 他们却发现了 通报中提到的那种原材料 总共有两百件 这一情况 立即引起了侦察人员注意 是谁把货物放到这里 这些货物要运到哪里 收货人 又是谁呢 很快在托运单上 他们发现 这批货物的发货人和收货人 是一个人 张某 那么张某到底是何人 他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原料 于是 侦察人员对张某展开调查 张某系云南施电县 一位普通农民 生活或工作中 根本就涉及不到这些原料 更让他们感到不紧的是 2014年 张某也同样购买了 两百件 为弄清这些原料的去向 有关人员查阅了 2014年 该类原料的 查击情况 结果发现 就在张某 借到货物的第二天 林仓市一个公安检查站 以非法走私 抑制毒化学品 扣押了一百件货物 涉案嫌疑人 正是张某 由于该原料 不属于国家管控的 抑制毒化学品范畴 只有向特定国家贩运 才能构成违法犯罪 张某谎称 不是卖给特定国家人员 因此熬过了一截 此次再购买相同数量的原料 极有可能是顾忌重演 以为上一次的损失 为避免拔错精神 侦察人员举例 将该货物请放行 因为我们这种案子 制毒物品的案子 它是我们先发现的是货 发现货以后 这个案子还不算破 我们必须要根据货 抓到据货的人 然后抓到 最后抓到实施策划 实施走私制毒物品的人 这个案子 人赃拒货的时候 才能说这个案子 已经侦破了 深夜 货物驶离了昆明 向着施殿方向驶去 到达施殿后 多疑的张某在路上绕来绕去 怎么说 前边拐进去停下了是吧 好的好的 你们前边往前走 我们后边跟着呢 好吧 另外一条 另外通知那个小生 他们演员的看着 不要让他发现我们 好吧 好的好的 没发现任何可疑情况后 张某将车开到自家院内 装上上次剩下的 一百件货物 然后悠然自得的 走进了饭店 慢点慢点 小心 别爆 慢点 慢点 咱们走过去 看着看着 他们去哪 看好了 我们往前开 往前开 往前开 随即侦查人员也跟了进去 当时那两个男的坐在最里边那一桌 中间这一桌还坐了人 我们没法靠得太近 只有在这一桌坐下 因为离得比较远 他们说话我们听不太清楚 后来差不多吃饭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听到一句说今天晚上不早了 二嚼诈的张某当晚并没有停留 趁着夜色向边境线方向逝去 第二天一早 张某和一名境外人员来到了停车场 就在张某刚刚交货后 侦查人员出现了 让侦查人员惊喜的是 在接火人手机里 竟发现了云县检查站被抓的贩毒嫌疑人手机号码 至此 这个邮警内外人员相互勾结 多年盘踞在边境县附近的制毒贩毒团伙 在我多部门配合科技手段提供侦破线索 精准打击的强大攻势下 成功搞破 有效地打击了这一地区毒品犯罪的嚣张气焰 黑暗中飞来的子弹 导致病人危在旦夕 颈椎上致命的阴影 为何没有夺走它的性命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黑暗中飞来的子弹